静谱圣贤路 民国空三 民国时期有一位空三法师 俗姓刘是辽宁海城人 世代经营陶器行业 空三法师在未出家之前就很喜欢布施 在兴建营口棱岩寺的时候 所有陶器方面的物品都是由他资助的 两年多后 冷言寺落成 空三法师感悟人生如幻如梦 于是就在本县的镇河寺 李托臣法师剃度出家 受巨族借后 空三法师住在千山龙泉寺月葬 修行净土法门 昼夜念佛精勤不屑 阿弥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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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九二九年 空三法师听说 地贤老法师在哈尔滤吉勒寺传界 于是不顾路途遥远 也赶到了吉勒寺 并主动提出担任照顾新界僧众汤药的职事 当时正是夏天 天气非常炎热 十个人中就有三四位生病的 空三法师为大众称药凉水 煎煮中药 日夜都不休息 每当看到病人有痛苦 他都非常怜悯 恨不得自己去待他们受苦受罪 有一天 空三法师生了一点小病 随后对如光法师说 弟子不久之后 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恳请师父慈悲 给我安排一个清静的处所 以便我往生西方 如光法师听了以后就答应了 并询问他往生的时间 空三法师说 不超过十天 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 但是大众都不相信 第二天早晨 空三法师搬到了寺院东边 一个清静整洁的房屋里 如光法师嘱咐他好好的敬仰 但空三法师却说 我今天就要往生西方没有时间静养了 我往生之后希望能将我的身体尽快火化 这样我的愿望就满足了 如光三法师 如光法师听后 如光法师听后 郑重地答应了他 随后 只见空三法师 只见空三法师闭上双眼 盘腿而坐 合掌念佛不断 当时在场的僧俗二众 有八十多人 一同念佛 祝他往生 如光三法师 请他在临往生前说一个记字 空三法师说 能说不能行 终是假智慧 说完 空三法师就坐着往生了 当时的时间是 1929年5月13日 两天后 空三法师的遗体要入勘旧了 却只见法师 仍然端坐如生 身旁没有任何苍蝇蚊虫 而且还时常能闻到异香 到了火化的时候 大家又都闻到了沾潭的香味